政治焦点带您关心 平面媒体民调显示 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苏家全的农舍争议 已经让民进党的支持度落后国民党九个百分点 苏家全和蔡英文今天各自在中台湾败票 对于民调他们都显得老神在在 而对于农舍的争议 苏家全还是老话一句 一切依法处理 陈琴夫人情绪显得很激动 他准备向前往镇兰宫拜拜的苏家全陈琴 竟然因为农舍问题引发争议 苏家全似乎拜拜求保庇 心中自有定见 农地农舍的问题 一定要依法办 请相关的单位赶快来认定 如果认定的结果该猜就猜 今天媒体报导 农舍问题让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民调数字落后国民党近九个百分点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骑脚踏车在溪落大桥 象征跨越浊水溪前进总统府 而对民调数字 他显得老神在在 民调是一个要有社会公信力的东西 现在双方的实力还是非常 是一个胶着的状态 农舍争议是否正如民调数字 显示波及的选情 民进党内现在出现了换腹手的声浪 但候选人显然并不以为意 还是各自努力巩固基本选票